女婿,你走什么走,买手机的钱都没给呢,哪里都不能去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什么都要买,我直接给你们夫妻开个垫子了呗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过生日才让你表示表示,你怎么还跟我翻脸了 你说呢,这次礼物礼品我买的还少吗,岳父说他腿脚不好,要买那个三万多的按摩椅用 好,我二话不说就买了,你又说你喜欢逛街 好,我陪你们逛,可你们倒好,先买包再买掉,还要一人买一台水果十四 你当我是干什么的,专门给你们俩金货来了是吗,就没见过你们这么贪心的人 女婿,我就花了这么点钱,你就冲我发火,你也太小气了吧 我可告诉你,你现在立刻进去把手机钱给我付了,否则我就让我女儿跟你离婚,是花钱还是打光棍,你自己选择吧 我告诉你,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别仗着我对你们好一点,就给脸不要脸,惯得你这么多臭毛病 女婿说完这话转身就走了,一个月后 妈,今天打电话是告诉你,我已经和小凡离婚了,以后你们就别再找我要钱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再给你了 什么,女儿,你开玩笑的吧,你怎么就离婚了吗,我正想和你打电话呢,今天医院又催着交钱了,你赶紧的去找小凡拿钱去,要不然医院就要把我们赶出来了 妈,你们当我是什么,提款机吗,想要多少有多少是吧,我昨天才给你三十万,你今天又来找我要钱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和小凡已经离婚了,我的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不就是离婚吗,那什么大不了的,你现在去找小凡和他复合,然后再让他来交重院费不就行了吗 而且,你爸这重院费真的太高了,花钱就跟流水一样,你弟弟我们又指望不上,就只能找你了 你可不能不理我们呀,要不然我们咋活呀 我离婚还不都是因为你们,你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就知道找小凡要钱 如果小凡不给你们,你们就去他上班的地方闹,让他在公司里丢尽脸面抬不起头 你们还把他的工作都闹没了,他实在受不了,你们才和我离婚的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你们有事就知道找我,为什么不去找弟弟呢 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以后你们有事就去找他吧 反正我是不会再管你们了,是你们把我的婚姻拆散了 而且这么多年,我也尽到了做女儿的义务 以后我们就两不相欠,这辈子生死都不要再见面了 小凡说完这话就直接挂了电话,等母亲再打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 她只好硬着头皮给女婿打去了电话 小凡,你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居然敢和我女儿离婚,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我告诉你,你马上去把我女儿找回来,要是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可担当不起 怎么还恼羞成怒了,我和小敏离婚不正合你意吗? 你自己摸着胸口说,自从我和小敏结婚,你们对我是哪一打都挑,总是就是看我不顺眼 但是有一点,你们对钱不挑,再多都可以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自私,我和小敏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张小凡,你还有没有教养了,你就是这么和长辈说话的吗?我可是你丈母娘,你必须听我的,你现在马上把小敏找回来,你老丈人还等着你们过来交住冤费呢 你是耳朵聋了听不到吗?我已经和你女儿离婚了,你已经不再是我的长辈了 还有,从现在开始,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我做任何事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虽然我和你女儿离婚了,但我可没有亏待她,我所有的积蓄五十万全都给了她 你想要前去找你女儿去,她那么孝顺你们,肯定会给你五十万的 你说什么,给了她五十万,这个不孝女怎么才给我们三十万 她应该把这些钱都给我们呀,这样她弟弟房子的首付就够了 现在弄得我儿子过来才拿三十万,我儿子都不高兴了 我呸,你这个老太婆还真是贪得无厌,永远都不知道知足两的字怎么写 想必你以前在我这里拿的钱也是给了小舅子吧 你现在还把你老伴的救命钱也给了她,我可没见过你这么狠心的人 怎么了,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再说了,你的钱就是我女儿的钱,我女儿的钱自然就是我的钱 我用我的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离婚才给了她五十万 要是我知道你们离婚的话,我一定会让她把房子也卖了,才不会便宜你们 看来你真是不把我家掏空不罢休呀,不过我现在真是懒得和你说废话 你已经把我工作都闹没了,我还要去找工作呢 还有,既然我都和你女儿离婚了,我跟你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们以后别再打我电话,想要钱就去找你儿子吧 以后我们大陆朝天的走一边,即使碰见也是陌生人,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反正我不管,是你把我女儿弃讨了,你就得负责把她找回来 还要给她二十万做赔偿费,这件事才算完,否则的话我可不会善罢甘休 我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呸,你就做白人梦去吧,我跟你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以后别再找我 女婿说完这话就挂了电话,丈母娘无奈,只能给儿子打去了电话,要拿三十万 儿子,你姐姐离婚了,你姐夫那边不会再出钱了 你赶紧把那三十万拿来,你爸还等着交住院费呢 妈,看你这话说的,姐姐离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让她离的 还有那三十万,既然已经给我了,就是我的了,凭什么给你 住院费的事情,你们不知道自己去想办法吗 再说了,本来爸也没什么事,你们就赶紧出院吧 回家好好养养不就好了吗,何必在医院浪费钱呢 小灰,你真是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你爸住院这么久了,你一次都没来看过 一直都是你姐姐和姐夫在花钱给他治病又照顾,我连一句抱怨话都没有 可是你倒好,现在还拿走你爸的住院费,你真不是个东西,你简直大秘不到 本来姐姐姐姐夫照顾爸,花钱给他治病,那也是他们应该做的 小灰,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还是不是人了,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要知道你才是我儿子,都说养儿防老,你照顾我们才是天经地义的,你怎么可以逃避这个责任呢 而且现在你姐离婚了,她只给了我们三十万的住院费,这个可是你爸的救命钱呀 好你个张辉,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你自己说说,我和你爸对你不好吗 我和你爸从小就偏心你,什么好吃好喝的都给你,就连唯一上学的机会也给你了 当时你姐结婚的彩礼钱我也拿去给你买车子,现在你竟然对我们这么狠,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那又怎么了,你是我妈,给我买车本来就是你的义务啊 再说了,你活了大半辈子就给我买个车,连房子都买不起 你还好意思说,你不觉得愧疚吗,现在好了吧 我的房子首付,还要去赚钱养房子,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怎么这么没本事啊 没等母亲说完,儿子就直接挂了电话,母亲无奈,只能给大女儿打去电话 女儿,妈求求你了,再给一次行吗,那三十万我都给了你弟弟那白眼狼了 而且那钱他已经交了房子的首付,现在没钱给我了,他现在都不管我们了 我真是养了一个没良心的白眼狼,现在医院这边又催着要我交医药费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打电话的,而且小凡还说,你们离婚,他给了你五十万呢 你就只给了我们三十万,你把骂二十万也转给我吧,我好去给你爸交费 什么,你居然还敢给小凡打电话,我都和他离婚了,难道你还要去找他拿钱吗 你也太厚颜无耻了吧,而且你们从小就偏心弟弟,我吃一半的鸡蛋你都要骂我 还有每年过年的新衣服也只有弟弟的份,没有我的,我一直以为是我做的不够好 所以你们才不喜欢我,我想着只要我读书成绩好,你们就会喜欢我爱我的 可是你们竟然把那唯一读书的机会给了我弟弟,没办法 我只能提前辍学去打工,我打工能赚钱了,发了工资你就让我给你转过去 家里的所有开支都是我在出,甚至连弟弟结婚生孩子的钱都是我出的 就连我的彩礼钱,你当时狮子大开口,故意多要,然后全部都拿去给弟弟买车了 现在你竟然偏心到连爸的住院费你也全给他,我算看出来了 其实我什么都不输弟弟,唯一输给他的就是性别 我要是个男孩,你们可能就不会这样对我了吧 女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妈吧 我向你保证,这次只要你把钱交出来,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偏心你弟弟了 够了,你现在都还在想着钱,你真是太让我心寒了 我的心都被你伤透了,我告诉你吧,这么多年,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 就是因为我孝顺,所以你们才欺负我一个 现在我的婚姻都被你们毁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所以我现在只会为我自己而活,这剩下的钱我是不会给你们的 你们想要钱救命,就去找我弟弟拿吧 这么多年,你们一心一意为了他,就让他照顾你们,给你们养老吧 再说了,他是儿子,给你们养老,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和义务 他如果实在不给,你们就去法院告他吧 如果你们不舍得,那就只能等着医院把你们赶出去了 还有,这是我和你们最后的一通电话了 等会我就会换掉所有的联系方式,和你们彻底断绝关系 说完这话,小敏就挂了电话,不再管父母的死活 母亲看着被挂的电话泪流满面,肠子都会清冷